接着即拍下一名男子 在余温旁的树荫下 先脱掉衣服 裤子和鞋子 接着就跳进余温细水 开始在余温内游泳 男子在余温内从这一头游到另一头 游来游去看起来很开心 不过接下来却开始慢慢往下沉 细水不到十分钟 竟然传出溺斃 从余温水面上消失不见 事情发生在台南善化 一名六十二岁的男子 二十号下午跑到余温细水 却因为不明原因溺水 余温主人傍晚到场巡视 发现门口有机车和裤子 觉得很奇怪 马上报警处理 消防局也赶紧到场搜救 大概两个小时前 就已经在水中载夫载成了 现场已经落下了 细水地点续合法 要有救生设备与人员 不要落单独自细水 男子被救上案后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近来贫穿溺水意外 天气热想细水 千万小心自身安全 记者赖冠章 陈珊珊台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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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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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